大家我是Paul 最后到周五英文一起读 这篇其实很简单 但我们聊天的群组里面有在分享 有人分享我就想说我们做一下 里面总有一些英文可以学的 你看这人长相不相 真的超像的我觉得 有个中国人叫马一龙 马一龙如果把它像英文一样对调过来 那名字前后对调的话 就变成一龙马 一龙马就是英文的Elon Musk 所以说超故意的我觉得 那这个马一龙干嘛了呢 所以他就因为长得像Elon Musk 然后他在social media上就红了 红到Elon Musk也知道了 所以他就想要见见他 如果他是真的的话 因为他也怀疑他不是真的 怎么能怀疑他不是真的 因为人不就应该长这样就这样吗 不是的 就是现在的那个科技 就我们知道那个deep fake deep fake 中文怎么讲我不太确定 总之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看过 有些那个什么史嘉丽 乔汉森的A片 看我好像讲太多 但是我看过怎么样 就他怎么可能去演A片 他是黑寡妇 然后你才知道这影片完全是假的 然后假到看得跟真的一样 还真的跟真的一样 所以现在科技已经可以做到 就可以模拟出这个人 他根本没有去演那个A片 可是好像是他演的一样 所以像欧巴马的一些演讲 他根本没有演讲过 根本没有讲过这些屁内容 完全是造假出来的 可是现在科技已经做得到了 所以这种技术就叫做deep fake 所以Elon Musk才怀疑 这根本是假的 因为这是deep fake 中文怎么讲 我真的忘了 但无所谓 所以这边说 Elon Musk wants to meet his Chinese What 他的中文版的这一个分身 这个词 叫做doppelganger doppelganger 我如果没记错 是个德文字 他的意思真的就是 你在这个世界上 有这么一个人跟你长得一模一样 而且他跟你没有血缘关系 就例如说他是个德国人 结果你是一个非洲黑人 这听起来蛮奇怪 看不太可能 德国是白人 好了 假设你今天是一个 I don't know 美国原住民 结果跟台湾某个原住民 长得一模一样 好像就 所以这个doppelganger 是真的很有可能的 我记得好多年前 在我脸书上 大家也找得到 我姐姐妹妹 看到了一个 就安大略省的一个 政府的广告 那个广告在真人 就希望可以真财 尤其是移民 然后他的那个广告上 就有一个照片 那个照片就是一个人 穿了一个那个建筑工人的衣服 还带了一个建筑帽 就那安全帽 然后拿着一张什么图这样子 然后就这样 然后真人 结果那一个人长得超像我的 那我姐姐妹妹就说 哥我都不知道你还在 多人都打工这样子 OK 偷偷在接这种工作 蛮好笑的 可是我自己看 我也觉得 真的好像我 有机会我可以去脸书 把这一帖找回来 所以这里说 Elon Musk 想要去见他的 Chinese doppelganger 那他的名字就叫做 Elon Musk 而且强调一下 如果他是真的的话 当然也不可能 可能不是 好 所以这边说 如果他真的存在的话 所以他被叫做 Elon Musk 所以这个是一个 我刚有两个字想看 怎么突然就没看到 这里有这个 所以他说了 他说 Alleged look like made headlines last year 所以这个 Alleged跟刚刚的 Purported 大概都可以被理解为 就是据称的 据称的 那这个 后面那个字还可以 再做一个变化 叫Allegation 就被翻译成是指控 这样子 指控 那你会说 那跟accusation有什么差 其实accusation 因为我们在聊天的 那个群柱里面 我记得前几天 也有提过这个字 就被告什么什么东西 这样子 那大家就以为 accusation有被告的意思 其实不是没有 OK 但在法庭上的陈述 这个人被告偷窃 什么这些的 He's accused of 什么什么的 OK 可是accusation 真的没有一定要存在在 法庭的 法律的内容里面 如果回到家 发现我 边向里的布丁 被吃掉了 我就指 我就说 妈什么你吃的 我留下来 就扮要当点心 所以I accuse my mother of eating my布丁 这个跟法律有关吗 没有吗 所以accusation这个字 accuse这个动词 不是一定有那么 一定得跟法律连上关系 说真的 OK 而这个据称 后面前面这个 allegation 则是 我觉得比较有 因为媒体上会 很常看得到这个字 allegation 那法庭上也可以用 没错 但这个都是还没有 定罪的东西 这我们另外要强调一点 就是了 好 这里OK 所以这个据称的 这个look alike 你看它是一个字 look alike 也就是长得像的东西 或人 我们以前讲过一个词 叫wannabe 就这个东西是 想要抄袭人家 然后故意做得很像 可是品质绝对没有到 这个包包就是想模仿爱马仕 so this is a wannabe 这样子 那这边这个look alike 也是一样 所以这个马伊隆先生 就是一个 Elon Musk的look alike 所以它是一个名词 长得像的 这样 所以它的video有viral 在抖音上 有这个wannedviral 这常看到这个片语 这应该没问题 好 然后这个 他还在Elon Musk 决定买推特之后 在他的计划 浮现出来之后 这个马伊隆先生 就又浮上来了 趁热度 所以resurface这个字 重新浮起来 有个新的video 拿着一个推特的logo cutout 这个cutout就是 他拿的这个东西 这个就叫做cutout OK cutout 所以我们可以多补充一个字 你如果先去 我发现药房很多 药房 然后你去看某个明星 就站在那边 然后拿着一罐什么东西 我都是喝这个 然后有没有 那种广告 那种人的那种 人形立牌的那种广告 我们就一样就叫它cutout figure OK cutout figure 所以同一个字 所以拿这个推特的cutout 这样就要懂了 OK 好 那他就想认识他 不认识他 想这个 见见他 I like to meet this guy 很难 说真的假的 hard to tell with deepfakes these days 所以这没问题 OK 然后这边也说了 很多 就像 Elon Musk一样 很多的这个中国的一些 社群媒体 或者是网民 也对这件事情感到质疑 so they are skeptical 所以skeptical就是感到怀疑的 对于这个影片的真实度 真实性 所以用的一个词 也是我们常讲的 叫做authenticity authentic right 名词authenticity so people question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video 然后大家就认为 这一定是defake 所以这个 就是一个 dismiss这个动词 OK so if you dismiss something as something 你就想象我这个动作吧 这样子 就dismiss 就是这个动作 OK 或许用这种画面式的 可以让你比较好记住这个单词 你不是啦 你假的啦 we dismiss the idea dismiss the video as a deepfake 这样子 酷 所以他解释一下 什么是deepfake a typ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at can alter the face of a person in the video to make them look like like someone else 讲得非常清楚 这是一种AI的技术 可以来改变你的脸 让你像另外一个人 sure OK 好 但很多人还是觉得 哦 你们两个好像真的很像 我们觉得很开心 so many users are delighted by the resemblance OK 所以这个 resemblance就是 长得像 OK resemblance 它的用法 动词用法常常是 就是很简单 x resembles y OK 那也常看到另外一个 就我们不把他当成动词的话 x bears resemblance to y 固定的用法 这三个字 一个都不会动 然后能不能用take 能不能用make 能不能用have 不可以 就是bears 固定的用法 OK 好 然后还有几个字 我这边有 既然有就看 好酷 这里 所以 他说他长得像 然后特别是 当他微笑的时候 那个像的那个程度 真的是令人费解 这个令人费解 真难懂 这个的英文就是 uncanny uncanny 我给你看这个照片 往下你看 这边 你看这两个 你看他笑 微微笑 有没有超像的 我觉得有 真的 所以多认识一个字 uncanny So his resemblance to Musk becomes especially uncanny when he smiles 所以当他微笑的时候 这个 resemblance 真是像头了 uncanny 令人费解 OK 神秘的 令人不懂 酷 所以多认识一个字 认识一个字 uncanny 然后再来就是 还有side by side一下 OK So in response to a tweet showing him side by side with Elon Musk 然后他就说 Elon Musk 他就说了 我是不是有一部分是中国人 这样子 So he jokingly wondered whether he is partly Chinese 所以他想说 我是不是有一部分中国协同 所以他 那说这个言论是在回应一个 side by side的照片 所以side by side 就是把两个东西放在一起 叫做side by side 所以这里可以写给你看 side by side 那另外 这两个我一定要解释 其实我真的应该讲过 甚至不止一次了 我们说 一个接着一个 以及一对一 这两个事情 我真的会听到一些补教老师 甚至 讲老师可能过分了点 可是也有可能 但是那种 例如说做柜台的 或者说教务 或者这些的 跟学生解释说 我们老师没有在做一对一加教 都是班级式的上课的 那没有一对一 那一对一教的怎么说呢 我们老师没有做one by one的 不是one by one one by one叫做一个接着一个 OK 一个接一个 OK 那one on one才是一对一 OK 所以打篮球斗牛 one on one basketball 2对2 2 on two 3对3 3 on three 那打全场5打5 5 on five 所以on才是正确的解析词 就几对几 那by的话是一个接着一个 那你可能会想 那side by side 难道是一边接着一边吗 好像也不是不对 你不觉得吗 one 一边一个side 另外一个side 接在一起 side by side 好了 anyway 这样解释大概也够了 好所以这篇大概也就这样子 我们大概也 不太需要复习 说实在的 就这样子 我真的觉得这篇 没有太多很难懂的字 或许这个cut out figure 是你以前不知道怎么说的 就你看到那种人心力排的时候 这英文怎么讲 well that's a cut out figure OK 然后像例如说 lookalike这个名词 大概或许你以前也没有见过 因为蛮口语的这个词 然后或许还有这个dismiss OK dismiss就是 这个东西不要 之类的 不过它有另外一个意思 你这个画面串上去会很奇怪 像例如说 大家可以散会了 dismissed 也可以 dismissed 那resemble这个动词名词的用法 其实应该是很常讲 uncanny或许也对你来说 也是可能新一点点的字 但如果新那就太好了 好 那我希望我的学生们都应该不会搞错 one by one 跟one on one的分别 如果你会的话 现在学会了 以后就不要搞错了 搞错这个真的蛮丢脸的 我觉得因为你看我们台湾的补教业这么发达 你如果一直把一对一降成one by one的话 我真的都不知道该怎么救你 所以这个以后不要再错了 好了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